霍宇浩被三眼金尼吃了,选老大发雷霆,怒杀30万年凶兽给霍宇浩陪葬。 在爵士堂门的50级预告中,星斗大森林中的帝皇瑞兽三眼金尼登场。 这头瑞兽承载着整个星斗大森林的气韵,被所有魂兽是弱真宝。 不仅有30万年的凶兽作为保镖,还有兽神帝天这样强大的后盾。 在星斗大森林中,没有一个魂兽敢伤害他,被他选中作为食物的魂兽,只能逃跑不敢反抗。 如此重要的魂兽,天梦冰残却让霍宇浩去将他猎杀,作为第三魂环。 在霍宇浩寻找第三魂环的期间,天梦冰残凭借强大的精神力,发现了一头适合霍宇浩的万年魂兽。 此时的霍宇浩迅速脱离队伍,一人前去猎杀这头魂兽。 不过等到了地方后,却把兵帝给吓坏了,这头魂兽竟然是帝皇瑞兽三眼金迷。 当即就怒骂天梦冰残,这是要害死霍宇浩,如果将帝皇瑞兽猎杀,那么整个星斗大森林的魂兽都要沸腾。 而此时,这头三眼金迷,正在捕食一头万年级别的双子独眼巨人,独眼巨人被吓得落荒而逃。 眼看着这头魂兽即将撞向霍宇浩,如果被这头万年魂兽撞上,霍宇浩不死也要脱层皮。 危急之下,霍宇浩迅速开启模拟魂迹,模拟出四十万年兵帝的气息,将这头万年魂兽吓跑。 可即便如此,霍宇浩也被冲击波震飞。 而此时的玄老突然感受到,霍宇浩模拟出十万年兵帝的气息,又瞬间消失,这可把玄老吓坏了,认为霍宇浩肯定是遇到了危险,否则也不会释放那强大的气息来吓唬对方。 而那股气息又瞬间消失,这意味着霍宇浩已经被强大的魂兽击杀。 愤怒的玄老迅速赶来,一招下去,独眼巨人当场化为鸡粉,三眼金迷迅速躲避,但也被打成重伤, 就当玄老准备继续出手击杀三眼金迷之时,一头三十万年的凶兽突然出现,挡在三眼金迷身前,这头魂兽正是十大凶兽中的赤王,也是三眼金迷的保镖。 他直接怒斥玄老,若是感动他身后的三眼金迷,就是与整个星斗大森林的魂兽为敌。 可此时的玄老却管不了那么多,他表示这头三眼金迷击杀了霍宇浩,甚至还吃掉了霍宇浩,霍宇浩是史莱克学院最重要的。 他的弟子,若是敢阻拦他替霍宇浩报仇,就要让这头三十万年的赤王一起给霍宇浩陪葬,看着玄老的情绪如此激动。 三十万年的赤王也慌了,可是他根本不是玄老的对手,只能劝玄老先冷静一下,并指出三眼金迷一般不会主动伤害人类,况且他只吃光明属性的魂兽。 玄老听他这么一说,才冷静下来,仔细想了想,霍宇浩是不是真的死了,而就在此时,玄老再次感受到霍宇浩模拟出的兵闭些气息,霍宇浩果然没死。 玄老这才放过三眼金迷和赤王,并表示让他们用一头万年级别的精神属性魂兽,来交换三眼金迷。